中国天眼收到神秘信号后 为何被认为将起到保护地球的作用 中国天眼又有何过人之处 未来中国还将如何在该领域继续引领世界 从2016年亮相至今 有着天眼之争的中国FAST射电望远镜就备受瞩目 尤其是在美国 波多黎各·阿雷西伯天文台 于2020年12月发生坍塌事故并退役后 目前全世界在天文探索领域 就只剩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一只天眼 并且有专家指出 如果有外星文明入侵地球 那么就只有中国能发现并提前警告 从而起到保护地球的作用 这些话也不是危言耸听 比如在2019年6月 天眼就捕捉到距离地球约30亿光年的一个神秘脉冲信号 在排除飞机和卫星等干扰因素后 后续的验证还在进行中 就有人怀疑这是一个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 而如今中国天眼成为天文领域的焦点 也和阿雷西伯的坍塌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之前的美国波多黎各·阿雷西伯天文台 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单面口径射电望远镜 位于美国的波多黎各自制州 该望远镜的直径达305米 不过它是固定的望远镜不能随意转动 只能通过改变天线会员的位置扫描天空中的一个带状区域 并且它是由美国史丹佛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康奈尔大学管理 美国阿雷西伯天文台一直是窥探宇宙的强力装置 并且该天文台已被用来识别脉冲星等遥远的奇异天体 以及监听来自遥远宇宙神秘的无线电波 它还能够向任何可能接收到信息的智慧生物 详细介绍人类的成就 具有较大的天文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 但是这么大的天文望远镜 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呢 原来原因是在2020年的8月 支撑望远镜平台的6根8厘米宽的辅助钢缆中的一根发生故障 在主反射镜旋转时通过主反射镜裂开了30米的裂缝 然后在11月6号支撑该平台的4根主要电缆中的一根在例行检查中发现问题 进平过后另外两根随时有断裂的危险 增加了塔式平台掉落并毁坏望远镜的可能性 11月19号美国管理该天文台的组织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决定停用该望远镜 并且负责监测的工程师们发现 其他钢缆无法保证能正常工作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不采取行动 阿雷西伯天文台最终会坍塌 他们只是不知道坍塌何时发生 所以为了预防重大的事故的发生 所以他们决定停用天文台的使用 以便在使用的过程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并且在天文台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居民居住 他们便开始疏散居民的工作 并且对这个区域进行封锁处理 果不其然美国波多黎各阿雷西伯天文台最终还是发生了坍塌 好在他们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只不过可惜的是 这个天文台已经完全坍塌 处于报废状态已经完全损坏 没有了继续的使用价值 这对美国天文业的发展将是重大的损失 也使得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感到可惜 因为此处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游客来此参观 不过经过那光速的30秒 美国波罗黎各阿雷西伯天文台已经毁于一旦 完全没有了使用的价值 因此在世界天文探索领域就只剩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一支天眼一支独秀了 再来看看中国天眼 看看它有什么过人之处 并且有何重要的作用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是中国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从而被世界广泛誉为中国天眼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杂志曾经四次报道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进展情况 而自然科学杂志则把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 落成启用 列为全球2016年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 这就足以突出中国天眼在世界天文学上的 意义和重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是中国天文学家 男人东先生于1994年提出的构想 历时22年建成 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最大单口径 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综合性能是被美国波多黎各阿雷西伯天文台 射电望远镜的十倍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位于中国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杜镇大窝荡的喀斯特洼坑中 工程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天眼工程由主动反射面系统 会员支撑系统 测量与控制系统 接收机与中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 并广泛地应用于天文研究和天文探索中 并且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在脉冲星搜索 中性轻巡视等方面将提供重大科学发现的新机遇 在飞箱杆散射雷达 深空探测及通信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 中国从1994年提出建造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构想 到2016年落成启用 再到今天完成调试并取得一系列的科学成果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团队 历经22年的发展历程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创新精神的伟大和卓越 所以目前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就是中国天眼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它具备探测升空的外星飞船舰队的能力和灵敏度 从而使人类未来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保持警惕 进而为可能的遭遇的问题做好准备 并且有专家指出 在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焦点所在的 无线电光谱带中 可以观测到高度先进文明的外星舰队 这样将能够发现即将到来的不明飞行物的袭击 加上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能够在入侵者造成任何可识别的损害之前 就检测到它们 使人类能够提前数百万年看到潜在问题 这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好处 有更多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UFO袭击做准备 所以中国需要利用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所存在的优势 能够建立完备的监测系统 基于自身有着强大的信息捕捉和分析能力 能够充分地去发挥自身的优势 对于在银河系里存在外星人 能够快又及时地去发现他们的信息 从而能够对他们实施实时监测 关注他们的动态 从而在他们将要靠近地球的时候 就做好全备的防御措施 从而使用重量级的武器将他们全部一网打尽 起到维护地球和平与稳定的任务 加上中国此前建立的地面防御系统 结合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建立更加完备的防御体系 将以时及时的理论发挥得更加的完备 以备可以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发挥最大的作用 起到更好维护地球安全的作用 从而可以寻求更大的科技突破 做好更充分的防御准备 此外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五项瓶的话 目前中国已经着手准备 再造五个同等规模的天眼 这将使得中国在该领域领先世界五十年 中文字幕之后 中文字幕至续 国立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